压榨鸡将文旦柚皮之翼压除 这些都是被麦德姆强劲风势打下来的文旦柚若果 这些若果丢掉可惜 同时为了减轻又浓损失 赫钢社区营造协会将若果文旦柚再利用 削下柚皮制成精油 果肉则做成果酱 我们这个日夜不分 不免不休 然后去把它研发 制成了一个精油 削了皮之后 我们把果皮跟果肉 果肉把它分开来 那至少果皮可以制成精油 那当然我们果肉的部分 因为已经将近熟成 所以我们把它制成这个果醋 赫钢社区营造协会 十多位多研就业人员分工合作 有人帮文旦 有人削果皮压制 果肉部分也有妈妈们负责 不管是削果皮或剥果肉 半个月来就算手都长水泡 也都不敢停 因为文旦柚一变黄就不能食用 从开始文旦送进来 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剥 也有两个礼拜多 就是每天在这样剥这个文旦 手一定都会起水泡 因为我们都在出力这样子削那个皮 手都会起泡 手有尤其是这个会抽筋 因为要抓着这个文旦这样削 手会抽筋也会起水泡 文旦若果一代又一代的送进来 果皮做成精油 洗手液及防蚊液等产品 果肉制成又醋 另外为了因应中秋节 协会也制作幼子书月饼 我们在整个研发上面 我们其实制作了 这个文旦书等同于月饼 其实送人也很精致 每年台风过境 文旦若果几乎是丢弃 这两年来赫钢社区营造协会 努力研发各种耕文旦 相关可制作的产业产品 目前已有七种产品量产 今年是第一年 工具都很阳春 虽然有不少困难要克服 但希望透过农业加工化 不仅协助幼农 损失减轻 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回部落就业 记得感谢花林瑞瑞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瑞瑞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瑞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瑞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